前首相拿杜斯里·纳吉决定撤回 三年前起诉行动党白沙罗国会议员潘检伟的诽谤诉讼 纳吉代表律师哈法里詹星期一证实了这项消息 这场官司的起因是潘检伟2014年底 在一场行动党筹款晚宴里形容伊玛发展公司 是纳吉制造的我国史上最大丑闻 这段视频随后被上载到人民媒体YouTube网站 引起了外界关注 纳吉认为潘检伟破坏了他的名声 因此把对方和人民媒体拥有者陈志刚一并告上法庭 要求索取赔偿和申请禁令 阻止两名答辩人继续散播诽谤内容 值得一提的是 这也是纳吉自从国阵政府倒台之后撤销的第二起民事诉讼 纳吉较早前才撤销了针对交通部前部长敦林梁时的诉讼 纳吉辰早前时提出 纳吉他后三更加定前 多余 三更加定后 三更加定前 四更加定下